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称他感染了新冠 不久会恢复工作 可是感染新冠病毒最多十天半个月就会痊愈 如今已二十天有余 秦刚毫无阴性 最可疑的是官方对秦刚的失踪的态度 7月14日 法新社记者就秦刚何时上班询问 外交部发言人汪汪斌的表现非常尴尬 低头看稿 沉默几秒后 不知可否 给人感觉外交部似乎知道内情 但无法明说 秦刚消失已经二十几天了 官方不做任何说明 传言满世界纷飞 有说卷入内斗的 有说他陷入桃色丑闻的 还有更耸人听闻的 有分析指出 秦刚才高升数月就卷入内斗 很不可信 至于有情妇之说 高官此类事甚多 仅为此就倒台也十分罕见 所谓落入双面间谍陷阱的说法 更有点像好莱坞大片 不足为信 一般说来 体制内不会因为性关系混乱下台 而是因为政治问题 以搞性关系混乱之名被下台 那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 以中国外交部长之身份如此隐身 却没有一个隐身的公开的说法 有分析指出 这显示了官场十分阴暗的一面 再大的官也会突然消失 秦刚的隐身也让人联想到当时的反腐时期 有些昨日还很红的高管 突然销声匿迹 渐渐的慢慢的被传出双规 直指被落马的消息 秦刚升得很快 今年3月12日两会单任外长不到三个月的秦刚 更升任国务委员加入副国籍行列 成为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其晋升的速度之快 在政坛中也属罕见 秦刚到底有事无事有病无病 他曾经当家的外交部应该给个交代 无论如何这件事把官场的任性无规则 阴暗不透明 处处不满陷阱 神秘可怖 暴露在世人面前 从外交部官网看 部长一栏还明明确确的写着 秦刚是外交部长 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 秦刚之事如何演变 只好拭目以待了 好 那我说说一下我的观点吧 这个东西我现在是看的也挺多的 网上的基本上油管频道里面说的 基本上自媒体说的 我基本上都看了个标题 基本上不大听的 也没事 肯定是我们的官员无风不起浪 肯定有事情 事情是肯定有事情 至于下半生有事 没事的 这个是没事的 上半生有事 才会结合到下半生 两个一节结合才会出事 下半生有事 再怎么弄 再怎么下去 再怎么手拿的再多 要的再多 吃拿卡要或者情夫啊什么再多 我就觉得基本上他提起来的 基本上这些都是小事的 我就现在认为红铜线 红铜线里无好人的 这么一个走上来的一个这么 七日看好的 蓝蓝升起的一个明星啊 都有 屁股里都有屎 说的说的 我都认为了吗 十年 十年的光景走下来 都是带屎梯吧 查一查都有屎 只是死多 死少的问题 死大 死小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东西 太太 太这个可悲了吧 我们老百姓 只是一个吃瓜行众 看一下 就是当个笑话看一下 只能说一说 肢底下说一说 也公开场合不能说 更加没有绝对 更加没有这个指指点点 批评 就是批评指责的 根本就不可能的 我就发发心里的牢骚 这种观念怎么也能提拔上来的 也能提的这么快的 死这么多 屁股都没查 都没查干净 都没看看 就把他提上来了 所以说 责任都在台上的人 人家的这种大媒体 不会以讹传讹 不会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 传过来 肯定有事实的 有那个结论的 看到那个依据的东西 才会说出来 就像自媒体商的 我基本上现在都不大信了 但是 我们国家现在是搞的 这样雾七八糟 乱七八黑的 老百姓怎么说呢 只能默默冷宿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prote事情